但是以1995年的大部分主力阵容出战的中国女队,却并没有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保持优势,她们仅仅获得了团体比赛的第四名。 成绩不佳的原因之一,是老将的发挥不稳定,这其中就包括莫菲兰。 奥运会的比赛恰恰验证了那句老话,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栽留,有成行。 作为女队里唯一一个世界冠军,兰兰所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她的最好成绩是跳马比赛中赢得了一枚银牌。 我觉得其实是在预料之外了,因为首先第一点,中国队的跳马是大家都已经是觉得不行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当时也并没有把跳马放作是我的一个强项啊,或者说我能拿什么成绩,没有。 我当时就想的是高低杠和平木这两个项目,比完团体,就是我这两个项目都没有进决赛之后,我挺难受的吧。 从最擅长的平衡木上掉了下来,高低杠也没有进入决赛,团体比赛结束后,谁都能看见蓝蓝眼中的泪水。 出师不利的中国女队将夺取单向金牌的希望,放在了参加高低杠决赛的顾文静身上。 而对蓝蓝来说,参加跳马决赛更像是一种安慰。 最终,莫惠兰没有在亚特兰大空手而归,迄今为止,她的这块银牌仍然是中国女子跳马在奥运会以及所有世界比赛中的最好成绩。 对一名体操运动员来说,没能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是最大的遗憾。 而对莫惠兰来说,没能在高低杠上赢得世界冠军则是另外一种遗憾。 更何况从1994年开始,她就拥有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动作,漠视空翻。 我是92年的时候刚刚开始学,然后原来在男子蛋糕上做梦, 然后就搬到高低杠。 刚开始做的时候也紧张啊,一开始是一个杠做,然后到两个杠做, 然后这个有距离了之后就会放慢速度,结果有一次没做好就啃在杠上了。 漠视空翻在世界赛场上一亮相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凭借这个杀手节,莫惠兰连续参加了两届世界紧标赛和一届奥运会, 但最好成绩只是1995年世界紧标赛的第二名。 在这三次世界大赛中,她都遇到了同一个对手,也都输给了同一个对手。 我是挺遗憾的,因为我从94年那个参加担任旅标赛开始, 就有这莫斯空翻嘛,然后大家都知道我高利杠挺好, 但是霍尔金纳,俄罗斯那个,她一上来, 然后我就从来没有拿过高利杠的其他成绩, 就是她在她后面,拿了第二。 对,就是一只她鸭子吧。 这就是被称作高低杠母皇的霍尔金纳。 在十年来的每一次世界大赛上, 她头上的光环都让不少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特别是很多中国选手, 不得不发出既声鱼,何声亮的感叹。 在辞旧迎新的时候,人们总是容易回想起过去。 十年前的1994年,第三届单项世界体操锦标赛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刚满十五岁的莫惠兰,第一次作为中国女队主力出现在世界赛场上, 她也第一次见到了比她整整大六个月的俄罗斯人霍尔金纳。 那时候看她,我觉得又特高,这女孩, 然后那个长得挺像洋娃娃的, 然后我觉得挺傲的那种感觉, 因为她高嘛,然后看我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这么傲,哼, 所以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一看她比赛,尤其是她的高低杠, 然后就让你会觉得眼前一亮。 不过在当时,出出茅庐的莫惠兰还不足以战胜同样出出茅庐的霍尔金纳, 中国选手中有实力和霍尔金纳争夺高低杠金拍的, 是经常把蓝蓝像妹妹一样抱在怀里的萝莉。 当时我就觉得霍尔金纳的运动员挺漂亮的, 体型上来说挺漂亮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成套, 我就顺利地下来的话, 我肯定会拿冠军。 家在贵阳的罗莉是唯一一名在地方队执教的女子体操世界冠军。 当年,中国体操女队一共有三个例, 李莉、陆莉和罗莉。 相比之下,罗莉虽然貌不惊人, 但却很敢于发展蓝星动作。 她在高低杠上做的大回环转体540度, 杰克卡切夫腾月,惊险漂亮。 1994年单向世界锦交赛, 罗莉就是用这个动作战胜了霍尔金纳。 不过在当时, 罗莉想的不是能不能拿冠军, 而是担心不能顺利完成动作, 来教练的骂。 大家都跟我说, 什么为国争光啊, 我觉得我这样, 比那一个冠军下来是为国争光, 为我们贵州省也争光。 但当时我比赛的时候没这种感觉, 只是觉得我要给他成功下来, 如果不成功的话, 教练就会罚我, 成功了, 那就没事了。 对后来的很多选手来说, 战胜霍尔金纳是一个梦想, 而对罗莉来说, 这次胜利毫无悬念。 对罗莉来说, 这次胜利毫无搜寻, 可太动了这次胜利毫无搜射, 由于忍权为女子。 帮助人物 piggy王之王。